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有个最新的调查发现 就是天下杂志做的民调抽查 发现以各县市的创案样本 14374位 那发现了这个县市长满意度 很多国民党的首长 其实成绩都是调查位的 总共有22名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呢 鼠疫可能未来是这个 马政府的接班员郝立强 现在看起来当首长 似乎民众的满意度都还不够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呢 目前在前五名大家票选出来 好只有一个人呢是国民党的 也就是苗栗县的县长刘正宏 那么其他呢可以看到 清一色全部都是民进党 尤其这回拿到一二名的 就是台南市的赖清德 还有宜兰县的林聪贤 表现在民众心目中是相当的不错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郝立强会挂卡位呢 好这次呢总共是有22名 不过呢来看看除了基隆市 这个张通融呢 这个排名是吊卡位之外 可以看到19 20 21吗 全部都被郝立强给通包了 好19名呢也就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另外就是台中市长胡志强 是位在20名哦 另外呢台北市长郝龙斌 也被大家认为呢 是坐得不太领想 现在呢是坐在21名的位置 好面对郝立强呢 似乎在县市长的满意度 大家信心还不足 天平台风来袭时 因为是全台唯一没有停班课的决定 让网友称赞赖清德为格斯哥 这回赖清德又获得天下杂志 县市长满意度调查的榜首 赖清德感谢市民肯定之余 还是忍不住向中央喊话 虽然我们资源不足 那我们希望能够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 尽速通过财化法 公债法 看看今年的满意度调查前五名 台南市长赖清德夺冠 其他的宜兰县长林聪贤 嘉义县长张花冠和高雄市长陈菊 也都是绿营 只有第三名苗栗县长刘正宏是蓝营 其中陈菊从去年第十爬升到第五 进步幅度很大 嘉义县长张花冠连两年都第四 人才出院的张花冠 因为职肠癌零期要回诊 没办法像以往那么冲 他特别感谢嘉义人民 他多一分的肯定 我就只有加倍的努力 以更好的成绩来回报他们 不过这个努力还是不够 我想我们还是持续 必须再来做更多的精进 排名前段的大多是绿营 五都当中其他三位兰营首长 新北市长朱立伦 台中市长胡志强和台北市长郝龙斌 分居19到21名 而且郝立强是连两年垫底 被问到这尴尬的问题 胡志强这样回答 去年也是一样吧 去年也是一样 一样是一样 所以我只有把市政做好吧 我就把市政做 去年也是这个样吧 但郝立强垫底 吊车尾的是基隆市长张通融 倒数13名首长全是蓝营 蓝营首长施政 显然让人民都很不满意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